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向你们展示我是在如何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在7天内平行赚到5000美元的 通过其他的7pc创建文章并将这篇文章用秘密的方法转换为人工生成的文本 这意味着你也可以在谷歌上然后参与排名这些文章 然后来我在这个medium和coro上发布了同样的文章并且添加了一个联盟行销的链接来赚取佣金 medium上博客上面的谷歌排名非常靠前你也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Dictor24的仪表盘上如果我刷新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真正的收入证明 这是我通过在medium和那个coro上发表的文章然后获得的 然后检查我的这个medium的资料统计 我在7天内就获得了超过1000次的观看 765人的通过发表三篇的文章然后阅读了 整篇文章很神奇的然后我在coro上发表了同样的文章 我的联盟链接的然后获得了数千次的点阶 所以如果你想每天只工作一个小时每周来赚取2000到3000美元 然后请一定不要跳过这个视频的任何的重要部分 在观看这个视频之前你也可以完成这些所谓的步骤 请点赞本期视频然后来并且订阅一下梦想总数的频道 然后准时收看更多的赚钱的视频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其他的GPT 简而言之来其他的GPT是有这个OpenAI开发的 基于GPT-3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允许用户与这个机器人的进行那个类似的 人类的对话 他来可以编写油管描述和这个脚本 他来也可以写内容还可以生成AI art 他可以甚至可以写代码还可以帮助你装饰你的家或者更多 首先进入其他的GPT打开AI工具 在其他的GPT上创建账户 用谷歌账号注册这个网站 现在再次就是说转到这一页 然后第一步是如何获得一个立即的博客主题 为此我们需要做一些关键词的研究 找到低竞争的关键词 然后你的立即在国上排名 为此来可以访问 Hopers Tours 这是找到低竞争关键词的最好的免费SEO工具 在这个网站上面创建一个账户 创建账户之后进入这个 SEO部分 点击这个关键词研究工具查找关键词 现在则来输入你的立即关键词 例如来输入 我在这里输入联盟行销关键词Aphelic marketing 勾选这个谷歌验证码然后点击搜索关键词 在几秒钟之内 这个免费的工具就为你提供了一个关键词列表 然后提供这些搜索量 竞争态势和这个 cpc的点击信息 选择那些搜索量高但竞争低的关键词 例如来 这个Aphelic marketing 亚马逊 关键词竞争度比较低 选择这个关键词 并围绕这个关键词 用cgpt工具创建一篇文章 去cgpt这个网站 简单的搜索这个查询然后提供 博客主题标题然后添加到你的立即关键词 并且按中这个发送键按钮 然后几秒钟之内来这个工具就生成了 运你的立即相关的10个不同的 idu想法 点击这个再生按钮来以获得更多不同的想法 然后第2步是如何给博客写大纲 选择任何一个标题并搜索这个词 然后来提供这个标题的博客大纲 加上双引号 然后添加你的idu标题 然后按下 Enter发送键 在几分钟之内来这个工具就会自动生成 这个idu的这个大纲 第三步是如何获取大纲的内容 简单的复制 第一个这个博客的大纲 然后只搜索这个术语 然后提供这个大纲的博客部分 加上双引号 然后Enter发送键 现在gpt在几秒钟之内来就会写出这个文章的介绍 然后来从gpt复制这些内容 然后来我们创建一个新的word的文档 然后来把这些内容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来我们在这里增加一个标题 例如来介绍 然后再加出这个标题 并且选择这个cadline3号 然后现在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输入这个搜索词 提供这个大纲的博客部分 向上滚动下 复制这个博客大纲的第2个大纲 然后向下滚动复制这些东西 然后粘贴 然后再按下发送键等待几秒钟 转到这个word的文档文件 然后添加第2个标题列出10个副页 选择此文本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选择 3号字 这些都是标题 然后现在转到其他的gpt仪表盘 等待几分钟 这个工具 就会复制整个第2段的内容 并且来达立到这里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模像总数 也有更多的干货 然后重复这一步 对所有的其他标题 一次就一次的写出完整的这个博客的文章 现在用chatgpt就是说 可以创建一个完整的博客之后 是时候将文章转换为人工生成的博客了 如果你想在谷歌上排名这些 来然后 复制这些内容 然后去谷歌 搜索这个 dumply checker article rewrite 然后点击第1个网站 下下滚动 并在这里 粘贴内容到里面去 然后勾选这个谷歌验证 然后并且 点击这个重写文章按钮 现在几分钟之后 这个工具就会 自动重写文章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从头到尾的复制这篇 博客 然后转到我们的word文档 然后选择所有的文本 然后在这里粘贴 重写之后的内容 现在将文章的字体 改成12号 并将标题 改成这个headline 3号 又来选择这个标题 然后调整大小和 初体这个标题 然后对所有的其他标题 文本执行 相同的步骤 现在呢就是说这一步之后呢 检查这个博客 是否为 人为人工生成的 就是原创度 复制这几行内容 然后去 Hooji face 然后这是一个AI 内容 内容检测工具 在这里粘贴内容 等待机会中 你就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原创度 为95%以上 意味着你可以在谷歌上 对这篇文章进行排名 直到 这篇这个medium的文章 在五国上排名 现在呢我们在medium上创建了 这个作家账户 在medium上创建一个账户 也是非常的简单 创建账户之后呢 点击这个write按钮 从文档中复制 和标题 并 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呢再次转到我们的 文档 然后复制整篇文章 并且粘贴到这个medium 上面来 然后现在这个博客呢 添加一张图片 然后点击这个加号添加 从你的电脑或者手机中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点击 添加所有的文本片 这里添加补合关键词 例如来就是 副业 时刻不需要投资的副业想法 ideal 然后单击这个保存按钮 现在呢你的补合中就添加了多个 联盟链接来赚取佣金 然后呢要添加一个联盟链接来选 只要任何文本然后单击 这个链接按钮 然后呢在这里添加你的联盟链接 比如说这个dict store24联盟链接 如果有人点击这个联盟链接来 你就会获得佣金了 现在呢点击这个public发布按钮 添加这个五个不克的主题 让读者知道你的故事是关于什么的 然后例如我增加了副业 副业小贴士等等 然后网上赚钱 网上做生意 然后等等这些 然后点击这个发布按钮 你可以看到你的文章终于在medium上发布了 如果你的这个文章在谷歌上排名靠前的理想 就会获得数千美元的报酬了 之后呢在coro上 同样创建一个账户 点击创建一篇文章 并在这里发表这篇文章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来 就获得更多的曝光 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七天不投资 赚几千块钱的秘密所在 然后呢通过这个 chat聊天工具 然后通过做一些这个seo来创建更多的 你的立即的文章 你的文章就很容易在谷歌参与排名 绝对原创 你也可以通过迷的活动伙伴和联盟影响赚钱